大丛医生说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后,陆济年每天都来看我。出院的前一天,他忽然问我,李景,你还记得你男朋友是谁吗?我看像坐在角落,笑容玩味的男人,陆济年的弟弟,陆芳。他从我住院后,每天都来,话少,关键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闺蜜说,我失忆前,陆放在追求我。于是我指着他说,他是我男朋友。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在我说出这句话后,陆济年竟然如是重负松了一口气。他露出几天来第一个笑容,嗯,陆放是你男朋友。陆放痴笑一声,站起来,宽肩斩腰,身子齐长, 加上他出色的容貌,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我愣愣地看着他凑到我面前。我明天来接你出院,女朋友。 上挑的尾音,带着无尽的缠绵之姿。我墨地红了脸,看着他的背影心跳得很快。李景,一回头,对上陆济年不悦的脸。我脸了笑意,你怎么还不走? 陆济年谋色微暗,过几天,我要订婚了,明天,明天不能来接你出院。我挥了挥手,谢谢,不过有我男朋友在就行。 陆放第二天,准时出现在病房。他接过我的行李,很自然地来签我。办理了出院手续,他带我回家,回的是他家。 我看到他进主屋,不由地问,你不跟我睡一个房间吗?陆放明显正了正,随即他很委屈地说,你不让我跟你睡一个房间。 医生说我忘记了很多事,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不肯跟他睡一个屋子,可让我直白地说自己想跟他睡一个房间,我又拉不下脸。 于是我轻壳一声,那就先这样安排吧,等以后,等我恢复了,再谈这个问题。 他爽快地映下,只是那笑容俊朗地让我寒毛直竖。 陆放进了房间,就没再出来,到了饭点也不见人影。 我只好去厨房做饭,饭做到一半,身后一股浓烈的气息将我笼罩。 在做什么?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男性结实的身躯贴着我的后背,炙热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料源源不断传来,烫得我手里的锅铲掉到地上。 我连忙蹲下身去捡,不料腿贴上它的,严丝合缝。 不等我反应过来,一双结实的双臂直接将我滴溜起来,放到另一边。 回头,只来得及看到路放仓皇的背影。 虽说忘了很多东西,但常识还在。 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整个脸连同脖子都红透了。 做好饭,我去喊他,他出来的时候没再提厨房的事。 而是道,我哥明天订婚,你作为我女朋友,得跟我一起参加。 我点了点头,转瞬一想,那我不是在变相地见你的家人。 路放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模样,已经见过了,你做自己就行。 有路放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订婚宴上,路放带着我和亲戚好友打招呼。 我有点不安,路放啊,我怎么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 路放牵起嘴角,你太漂亮了,他们怕你抢了今天主角的风头。 我有点不好意思,今天我特意打扮过,倒不是要抢他未来嫂子的风头,只是不想给他丢脸罢了。 上洗手间时,我在隔间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 没想到陆继年竟然真的要娶孟琼斯,等李景恢复记忆后,指不定要怎么闹。 他闹又能怎样? 陆继年又不爱他,要不是仗着他出生好,陆继年怎么会让他缠了这么多年? 刚才我看到他和路放在一起,这是搞不定哥哥,要去搞弟弟的意思。 嘖嘖,李景失忆了还是这么浪荡? 差不多行了,李景平时也没少给你们好处。 外面尽了声,我在隔间待了好久。 出来时,看到路放守在门口。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在等我进去找你吗? 我莫名脸一热,你想得美。 他见笑着来牵我,我想,天天都想。 我在他手背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路放,我听他们说,我是以前喜欢的是你哥。 路放轻笑,他没这个本事,你一直都是我的。 掌心被勾了勾,带起一阵酥麻感。 我触电般甩开他的手,他又牵上来。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点头。 路放说,我以前为了保持身材,不吃甜点。 我觉得挺傻。 所以,路近年带着他未婚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已经吃了不少糕点。 路放旁若无人地给我擦嘴角。 我握住他的手,路放,你哥和嫂子来了。 他恩了一声,反握住我的手,拉到他面前把玩。 骨节分明的长指在我纤细的五指上挨个俯过,没有说话的意思。 气氛一时间有点僵,我起身,朝他们举杯,祝他们订婚快乐。 路近年的未婚妻孟琼斯的目光,在我和路放之间来回几遍,轻笑道。 你们的感情看起来真好,也祝你们早日订婚。 我的手一抖,干笑两声,准备糊弄过去。 那只路放却认真道,快了,再看日子了。 路近年当即看向我,是吗? 李景。 我神经紧绷,是,是的。 路近年还想问,但路放不给他问话的机会,把他打发走了。 上了车,路放给我系安全带,带你去兜风好不好? 好。 可是我很快就后悔了。 路放出了市区,就开始踩油门。 我把命提在手上,我这安全带一生都不敢吭。 偏偏路放没有兜风的自觉,油门越踩越猛。 我浑身紧绷,欲哭无泪,早知道就不该上他的车。 车子在海边停下,我推门下车,吐得泪眼汪汪。 转头一看,路放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体酒,坐在海滩上朝我招手。 我难以置信,你带我飙车来海边,就是为了喝这两口酒。 他仰头饮了一口,我只是觉得,你今天应该需要酒。 真无赖,我一个刚出院的病人,要都还没断,喝酒。 下一秒,又听他失笑道,你不能喝,所以我替你喝了。 不阻拦他的后果就是,我如临大敌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市区。 进了电梯,路放长臂一伸,便扣住我的腰身。 那张魅惑众生的脸,近在咫尺,因为醉酒添了几分魅力。 我呆呆地看着他,路放收紧了手臂,又凑近几分。 阿景,我好看吗? 我点了点头,你喜欢我吗? 我又点了点头,那我们今晚一起睡好不好? 我再次点头,点完头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他的圈套。 我恼羞成怒,路放,你到底最没罪。 他无赖地趴在我的肩上,伸手推了推,他窥然不动。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突然弯腰,把我打横抱起,直奔主卧。 我心惊,路放,那是你的房间。 路放只一秒便转了个方向,那就去你的房间。 灯都没开,路放就把我放到床上,轻身压了上来。 手刚钻进的衣摆,房间的灯末地亮了起来。 路纪年站在床尾怒吼,你们在干什么? 路放最先反应过来,一只手迅速扯过被子盖我身上,另一只手,还在我的衣服里面。 路放唇角的弧度勾得很深,你说我们在干什么? 路纪年沉着脸来拽路放,你跟我出来。 路放松手前恶趣味地捏了我一把,乖乖等我回来。 路放没回来,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接到了路放的电话。 他气若油丝,跟我说他痛。 我才知道,他进了医院。 几番打听,我终于从闺蜜那边知道发生了什么。 路放被路纪年拽走后,两人发生了争吵,动了手。 路放不敌路纪年,被打进了医院。 赶到医院时,路放正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他的手脚打上了石膏,头也缠上了厚厚的一层纱布,嘴角还有未消散的淤青。 我傻了,都是你哥打的。 路放欲言又止,阿景,他不让我碰你。 我愤愤不平,就算他是你哥。 但管得也太宽了。 路放满眼欢喜,那你的意思是,等我好了,我们还能继续吗? 你还要继续什么? 路纪年推门进来,看到他的时候,脸色墨地沉了下来。 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路放缩了缩,像极了被欺负的小可怜。 我挡在路放前,不跃道,路放的哥哥,你把他打成这样不说,还来恐吓他,信不信我报警啊? 路纪年皱眉,我没打他。 昨晚你把他带走后,他就进了医院,不是你还有谁。 路纪年面色更沉了。 李景,他要对你做那些事,你竟然还护着他。 难道你希望跟他发生点什么? 我不解,他是我男朋友,跟我发生什么不是正常的吗? 他不是。 四阿景,我好痛,路放突然出声。 我紧张地问,怎么了? 哪里痛? 路放指了指嘴角,该擦药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小心翼翼地给他涂药。 涂了药,路放还说痛。 我凑过去,轻轻地吹着他的嘴角。 我俩离得很近,能看到路放睫毛轻颤,眼底藏着掩饰不住的欢喜。 还痛吗?我问。 路放看向路纪年,嘴角扯了扯,痛。 我在吹吹。 路纪年走的时候,病房的门被他摔得震天响。 路放住院期间,我每天都来医院看他。 那天我有事来得晚了一点,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路纪年。 他说,李景早晚会恢复记忆,他也会知道你在装病骗他,他这人最讨厌别人骗他了。 路放漫不经心道,等他恢复记忆,第一个饶不了你。 路纪年握拳,他也不会爱上你。 路放倾笑出声,却是没再说话。 等路纪年走后,我才进了病房。 我一来,路放就成了一副病奄奄的模样,吃东西也要我喂。 我觉得好笑,又舍不得拒绝他。 出院后,路放拆了石膏,要腰赖在轮椅上,要么随时找借口让我扶他。 直到那天,他睡得迷迷糊糊,起来喝水,看到站在冰箱旁的我。 我似笑非笑地打量他。 路放悠悠把水放回去,不要脸地来拽我,昨晚梦见高人给我治好了。 我任由他搂着不表态。 路放轻叹,算了不装了,我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了,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思吗? 我故作不知,什么心思。 路放忽然就笑了,笑容让人毛骨悚然。 他把我放进柔软的大床时,眼神柔得可以出水。 阿景,可以吗? 我圈着他的脖子反问,我要说不可以,你会停下来吗? 不会。 路放言而有信,期间我哭着喊疼。 他也没有停下来。 只是在结束后,他像个愣头青一样看着我,最后什么都没说,抱着软绵绵的我去清洗。 迷糊间,我感觉到他一遍又一遍地吻我。 阿景,我真的很开心,你只属于我,你这辈子都只属于我。 那晚之后,路放就特别黏我,在外头他从不松开我的手,在家时恨不得把我挂在他身上。 我有些头疼,我有些头疼,路放,你有没有觉得,你粘人过头了? 路放把玩着我的长发,凑近吸了一口,那你讨厌我粘着你吗? 不讨厌。 路放轻笑,扣着我的下巴吻了上来。 我大惊,伸手抵着他的胸膛,路放,我们一个小时之前才结束。 路放叼起我的耳垂,含糊道,我们已经一个小时没深入交流了。 会不会太平凡了? 平凡吗? 我以为不够二十四小时都是少的。 你快别说了。 最近被他折腾得有点虚,我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路放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开始带我去他朋友的局。 会所门口,路放接了个电话,要去办点事,他让我去包间等他。 乖,我很快就过来。 走到包间门口,正要推门进去,冷不丁听到里面传出自己的名字。 李景不就是近年玩腻的破鞋吗? 也就路放那傻子不嫌弃他。 近年还是眼光好,趁他失忆把他甩了,不然婚后他得给你戴多少绿帽子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李景那身段没得说,要不是路放先下手,我高低也要搞到手玩一玩。 差不多得了啊,他好歹是近年玩过的女人,多少给他点面子,是吧近年。 对了近年,李景要是恢复了记忆,又回头来缠着你,你怎么说? 路近年的声音过了很久才传来,那就看他什么时候恢复记忆了。 我双手握拳,欲推门进去要个说法。 不料有人比我更快一步推门。 我只来得及看到一道彩影冲进去,紧接着里面响起各种哀嚎求饶声。 不远处有服务员保安匆匆跑来,被我拦在门外,他们兄弟几个在切磋,你们别打扰了他们。 好在他们没怀疑我,纷纷散了。 我守在门口,过了好久,里面的声音才停下。 门打开,一身力气地路放走了出来,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走出会所,陆继年追了上来。 他的脸上挂了彩,看起来很狼狈。 李景,你不过就是失忆了,但不代表就能抹掉你和我好过的事实。 路放一脸阴质,又要动手,被我拉到身后。 陆继年,虽然我不知道失忆前到底为什么看上你,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陆继年先是一僵,很快又恢复正常。 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陆家不会让你进门的。 路放的婚事已经定下来,婚礼就在下个月。 我浑身僵住,缓缓转向路放。 路放眼神闪躲。 陆继年笑了,看来路放没告诉你,也是一个浪荡不检点的女人,谁会把你当一回事。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 路放没追来。 闺蜜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在家躺了三天。 她匆匆赶到我家,被我的模样吓了一跳。 乖乖,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子了? 她来探我的额头,被烫了一下。 怎么烧成这样了,我带你去医院? 念念,我以前是不是真的很坏?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 许念捧着我的脸,宝贝你一点都不坏。 他们不喜欢你,那是他们眼瞎。 相信我,如果一个人真心爱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一直在伪装。 我茫然道,是这样的吗? 是,你以前最会疼爱自己了,可不能为了个臭男人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在许念的坚持下,我跟她去了医院。 一检查,肺炎,要住院。 许事烧得太久,那几天我都在睡。 意识浑浑噩噩的,我做了好多梦。 梦里我因为长得漂亮,总被排挤。 上学期间,周边总会出现跟我有关的绯闻。 我从不出面澄清,于是传着传着,我就成了男朋友一个月移患的坏女人。 长大后,陆济年追我,想着可以用她来挡一挡桃花,便答应了。 可是陆济年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想把我拐床上。 我不乐意,要跟她分手,她竟然丧心病狂递动了我的刹车片,导致我出车祸失意。 我出车祸后,她又忙不迭地污蔑我,说我对她死缠烂打,还火速接受了家里的安排订了婚。 在睁眼,我眼神清明,只有许念守在我的床边。 我的乖乖,你可算醒来了,你一直在说胡话,我还以为你烧坏了脑袋,把我也忘了。 我扯了扯嘴角,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 许念张了张嘴巴,惊讶地看着我。 她不确定地问,你都,想起来了。 我点了点头,许念抹了一把眼泪,开始愤愤地说这几天发生的事。 她说陆济年和陆放都来过。 陆济年还没进门,就被她骂走了。 陆放趁她不再溜了进来,被她毒打了一顿赶走了。 我笑得眉眼弯弯,幸好有你在。 不过宝贝,我看陆放好像看你的眼神很忧伤,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沉默了,陆放在我失忆前也追过我。 后来我和陆济年在一起,她看我的眼神也不清白。 失忆的那段时间,她对我不像是装出来的。 但,她马上就要结婚了,说这个又有什么意义。 念念,我要出国了。 这么突然? 其实不算突然,在我失忆前就已经安排好,只是被耽搁了。 离开那天,许念来送我。 她抱着我哭,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无奈,我只是去学习,又不是不回来了。 关机之前,我收到许念的消息,陆放追来了。 我没回复,删了信息关了机。 在国外的日子三点一线,倒也充实。 偶尔累积不想努力的时候,难免会想起和陆放在一起的日子。 即使很不愿承认,但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长这么大最快乐的日子。 仔细算起来,她结婚的日期也该到了。 拿起手机想给许念发信息,姗姗打打,最后还是选择不闻不问。 许念像是和我有心灵感应一样,在陆放结婚的前一天,给我打了电话。 明天陆放就要结婚了? 阿景,你真的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和陆放的那一段,在圈子里已然成了笑柄。 让我去挽回陆放,以什么身份呢? 许念说,前段时间,我和我爸去参加酒会,见到了陆放。 她像彻底变了一个人,稳重了不少。 要不是她那张标志性的脸,我差点都不敢认。 我总觉得你们就这样错过了,会成为你最大的遗憾。 我含糊应了几句,转移了话题。 夜里睡不着觉,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订票软件。 可是想到那天,陆放闪躲的眼神,我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迅速退出软件。 一夜没睡,我早起去晨跑。 打开门,就看到了坐在门口的男人。 他被开门声惊醒,只一瞬便站起来,目光优怨地看着我。 我如遭雷劈,你怎么在这里? 陆放头发凌乱,剪裁得体的西装皱巴巴的。 他一声不吭地看了我很久,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在我惊恶的目光中,他走进了我的公寓,去了浴室。 熟悉的,就像他本就住在这里。 我站在洗手间门口,惊疑不定地望着那扇门。 不知过了多久,里面传来陆放虚弱的声音,阿景,我真的好饿。 我,到底在一国,不能见死不救。 我去了厨房给他煮面,等他出来,我已经煮好了。 他裹着我的浴袍,湿发打在额前,图天几分慵懒随性。 暴露在空气中的肌肉分布均匀,令人遐想。 他什么都没说,端起碗就开始吃。 一大碗面,被他三五下,就消灭了。 我默默地去收拾碗,却被他一把拉住手。 阿景,我真的好想你。 那双多情的眸子充满忧伤,似乎多看一秒,就会沉沦。 我挪开视线,淡默地抽出手,吃饱了就走吧。 他脉动长腿绕过茶几,局促不安地挡在我的面前。 阿景,我知道错了,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挣扎了一下,他扣住我手腕的力道加重。 我压着脾气说,那你解释。 陆放扬着线条英俊的脸,忧怨地说, 家里要我回去联姻,我不同意。 那天我没想到陆敬年也在,是他告诉我爸我在那里。 还记得我去接了个电话吗? 那是我爸给我下最后通牒,他拿你来威胁我。 我本来追着你出去了,谁知道陆敬年那个混蛋打晕了我。 阿景,我当时没想好怎么跟你说,所以没有马上解释,你不生气了好不好。 我知道我们圈子里大部分人都逃不过联姻的命运,但没想到陆放也会成为联姻的棋子。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陆放靠近了些,能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沐浴香气。 我逃出来了,阿景,别赶我走好不好。 我猛然意识到,今天本该是他大喜的日子,却出现在这里。 正想问,手机铃声响了,是陆敬年。 我看了看陆放,他好看的薄唇一点点明起。 我还是接了电话,开了外访。 陆敬年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开口就质问,你把陆放藏哪了? 李景,就算你喜欢他又怎样,他是陆家的孩子,除非他不回这个家,否则他永远都娶不了你。 陆家不需要一个不干净又没背景的女人。 我笑了,陆敬年,谎话说多了,连你自己都相信了。 要不我把你追我时做的事昭告全世界。 那头陆敬年没了声音,再一看,他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放到一边,看向陆放。 陆放因为震惊而睁大眼,半嗓,他又失落地低下头。 你都想起来了呀,我没否认。 陆放收起平日那骨子脾巾,颓然丧气,那我不打扰你了。 他去换回脏衣服,出门的时候,一步三回头。 陆放,我喊他。 陆放回头,眸底掩饰不住惊喜。 我指了指门边的垃圾,帮我把垃圾带下去吧。 那双多情的眸子瞬间暗淡无光。 人走后,我接到许念的电话。 陆放是不是去你那儿了? 许念倒吸一口气,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陆放逃婚,他爸气得都要追杀他了。 我,他现在不在我这里。 啊?不可能啊。 他除了你还能找谁? 他为了求我给他地址,硬生生。 许念的声音一顿,连忙改口,等你回国我给你赔罪。 我要笑不笑,你就这样把我给卖了。 许念忽然认真起来,我只是觉得陆放真的太合适你了。 你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整个状态都变了。 相信我宝贝,他绝对是你的命定之人。 是不是命定之人我不知道,但没多久我又见到了陆放。 他成了我的邻居。 起初我对陆放采取不搭理的政策。 陆放似乎没看出我的态度,每天在我出门的时候守在门口, 手里提着我爱吃的中式早餐。 晚上他会在我回家时等在楼梯间。 如果早上我没接他的早餐,晚上看到他时, 他手里除了早餐,还多了一份晚餐。 一开始我还能忽视他,时间长了, 这栋公寓的留学生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 陆放见人就说和我闹矛盾了,再求我的原谅。 偶尔关系好一点的朋友会替陆放说几句好话。 为了减少朋友提起他的次数, 我只好每天都接受他准备的早晚餐。 可陆放得寸进尺,往袋子里塞小纸条。 他画画很丑,画得小人丑不拉几的, 画也是歪歪扭扭的。 我和许念提起这件事时,许念笑开了花。 陆放画画这么差呀,没看出来,我也笑。 许念说,你考验他也考验得差不多了, 不然等他被人挖走,你后悔都来不及。 嗯,知道了。 这些日子,我打听到不少消息, 确实像陆放说的那样,他受威胁了。 不能说他一点都没错, 但也不能算完全是他的错。 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第二天就原谅他。 可是那个早上,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等来他。 对面公寓的留学生告诉我, 陆放昨天连夜离开了。 我手脚发凉,他有说去哪里了吗? 他和一个女人一起离开的, 说是回去准备婚礼。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平静的生活里,像是缺失了什么。 在经过楼梯间的时候, 总会下意识看向陆放住的屋子, 却再也看不见那个相貌堂堂的贵公子。 我想给许念发消息,又害怕听到他的回讯。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公寓附近很不安全, 发生了好几次恶意跟踪事件。 住在附近的女生常常结伴回家, 没给犯罪分子下手的机会。 直到那天, 我因为事情耽误了时间, 等我来到约定地点的时候, 大家已经先走了。 漆飞的路上, 我急不往公寓走。 走了一段路, 身后传来脚步声, 紧跟着我。 那一瞬间, 我脑海闪现了一万种死法。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手摸到了包里的防廊喷雾。 在有人拍我肩膀的时候, 我迅速朝身后的人伸手。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那人有所防备, 我失手了。 被人往小巷子拉的时候, 我想, 只要我今天能活下来, 一定会不顾一切和路放在一起。 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有人来了。 恶魔被拽到巷子深处, 而我被拥进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乖, 别怕, 没事了, 没事了。 细听之下, 那声音竟然抑制不住地在颤抖。 我后知后觉抬头, 确认是路放, 我扑进他怀里, 嚎啕大哭。 路放抱着我回的家, 我拉着他不松手, 生怕一松手, 他就跑了。 路放哭笑不得, 我不走, 你赶我都不走。 不过我得去洗洗, 你要一起吗? 我下意识点头, 路放把我抱进了浴室, 却在最后关头跑了出来。 两人都洗好后, 我躺在床上, 路放躺在我的身侧, 后怕地说, 我就离开半个月, 你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 他不说还好, 一想到晚上的经历, 我就心有余悸。 我忍了又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质问, 追人是你这样追的吗? 这才几天, 你就跑回去准备婚礼了。 耍我很好玩是吧? 路放面露茫然之色, 什么婚礼? 我把那个留学生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路放的表情一言难尽, 那个女人是我妈, 她来带我回去参加路纪年的婚礼。 神?什么? 路放无奈又好笑, 梦穷思怀孕了, 他们的婚礼提前。 怎么? 你没收到消息? 我摇头, 许念没跟我提过这件事。 路放却发现新大陆一样, 你着眼看着我,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 没有, 真的没有。 那我就可以放心地回去接受家里的联姻安排了。 我恶狠狠地在她腰间凝了一把, 你敢。 路放倒吸一口气, 肠臂缠上我的腰身, 滚烫的唇一点点落下。 阿景, 我好想你。 粗力的指腹沿着腰际线往上走, 引起阵阵站立。 我小心翼翼地回应她。 她呼吸狠狠一抖, 换来的是滚烫的掠夺。 大概是太久没有在一起, 路放不知节制, 折腾了整整一宿。 她和我商量, 让我回国, 我拒绝了。 我喜欢你, 但我更爱自己。 我不会为了任何事情, 放弃自己的目标计划。 路放仿佛没听到后半句话, 反复跟我确认前半句, 你说你喜欢我。 阿景说她喜欢我, 我没听错吧? 说完, 她又缠着我, 让我重复这句话。 我不肯, 她便到处点火。 最后累得沉沉睡去的时候, 我听到路放在耳边说, 李景, 我爱你。 送路放回国的那天, 路放在机场缠着我索吻。 我捂着红肿的唇, 不让他靠近。 路放又凑到我耳边说, 没关系, 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等你回国, 我们就结婚。 说到结婚, 她眼底染上了不怀好意的笑, 像极了她跟我说 学到了新姿势时的模样。 我红着脸打发走她, 可等她真的走了, 我又觉得心里缺失了一块。 一年后, 我学成归来, 路放的助理接得机。 问起路放的情况, 助理惜字如今, 陆总刚接手陆氏集团, 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我惊诧, 他接手了陆氏集团。 助理说, 具体的您可以问陆总。 从助理这边打听不到消息, 偏偏我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索性问许念。 哪知许念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一直不回我消息。 助理把我送到了路放的住处, 还是以前那个。 我把行李放到了客房, 洗漱过后, 给陆放发了个消息, 告诉他我导个时差。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大火炉包裹起来。 睁眼便对上了陆放饱含笑意的双眸, 睡好了。 我在他怀里伸了个懒腰, 你怎么回来了? 睡好了就该我了。 我惊魂不定按住他造次的手。 陆放, 现在还是白天, 管不了了。 你不是很忙吗? 陆放嗓音沙哑, 不差这两个小时。 我, 三个小时后, 我浑身无力地缩在他的怀里。 你怎么这样啊? 说好了两个小时。 陆放闷笑, 听起来心情很好, 下次让你超时。 睡到晚上, 陆放喊我起来吃饭。 我一口气吃了两碗饭, 这才有力气问他公司的事。 他说, 陆济年连丢了三个大项目, 股东很失望, 恰好那段时间陆放拿下了好几个大单子, 从中脱颖而出, 就这样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 陆放, 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对陆济年下手了? 陆放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你会怕我吗? 不会。 你早就该这样了, 你比他聪明。 陆放逆我一眼, 我一直比他聪明。 总觉得他这一眼包含了很多东西, 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陆放提出要带我回家, 我很紧张, 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 陆放神情慵懒, 放轻松, 别忘了, 你可是黎家大小街, 黎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我不自觉红了脸, 我骗了你那么久, 你会不会不开心? 爸妈怕我遇上心术不正的人, 从小就不让我对外说自己的家庭背景, 甚至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很普通的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连陆济年都不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原因。 陆放半真半假地说, 幸好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不然哪里轮得到我? 你也不差的。 陆放没个正形凑过来, 你指哪方面? 我。 陆家老宅, 陆放牵着我进门, 恰好碰到陆济年和孟琼斯。 陆济年眉头皱得紧紧的, 陆放, 你还真的把他给带回来了。 孟琼斯傲慢地打量了我一番, 是啊,陆放, 你现在可是集团的接班人, 爸妈不会让一个无权无视的女人进门的。 陆放的嗓音淡漠肃静, 我陆放能坐稳这个位置, 靠的不是女人。 他一有所指, 果然, 陆济年面色铁青, 现在乾坤未定, 你且等着吧。 陆放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拥着我进门。 饭桌上, 陆放的父母对我并不热情。 饭后, 陆放的父亲让他去书房谈话。 从书房出来后, 他父亲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 热情地来问我在国外求学过得怎样。 我一一回答, 他说了几句, 就提起了我和陆放的婚事, 问能不能明天就上门提亲。 陆济年难以置信, 爸, 你不是说不可能让他进门吗? 放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陆济年不甘心, 还想说什么? 却听陆放说, 我已经见过黎伯伯了, 他很放心把他的千金交给我。 陆济年, 黎伯伯。 千金? 你说的不会是我们市的龙头企业离市吧? 陆放, 正是。 陆济年看看我, 又看看陆放, 震惊到说不出话。 那晚我们离开后, 陆家传出消息, 说孟琼斯流产了。 陆放说, 我们走后, 陆济年和孟琼斯吵了一架。 陆济年情急之下说, 如果不是因为孟琼斯怀孕, 根本不会娶他, 而是娶我。 孟琼斯气急, 告诉他孩子不是他的。 陆济年对他动手了, 孩子就这样没了。 我唏嘘, 却又同情不起来。 不管怎样, 那是陆济年的选择。 可是我没想到, 陆济年还会来找我。 公司楼下, 陆济年拦住我的去路, 他抱着一大束玫瑰, 欣喜地递给我, 离井, 生日快乐。 我没接。 和陆济年在一起, 大大小小的节日, 他从没给我准备过礼物。 哪怕是追我的时候, 除了出去的开销, 他不舍得在我身上下一丝功夫。 可现在, 在得知我的身份后, 他却一反常态, 送我花。 陆济年见我不接, 随手把花扔到一边, 你不喜欢玫瑰没关系, 我带你去挑礼物好不好。 陆济年, 我是你弟妹。 陆济年面色僵了僵, 很快恢复正常。 你是想说我已经结婚了吗? 没关系, 我已经拟定了离婚协议。 再说了, 你和陆放不是还没结婚吗? 我亮出无明指的婚戒, 不巧, 我们上午已经领证了。 陆济年张了张嘴, 怎, 怎么可能? 我笑了笑, 我老公来接我了, 再见。 陆济年又一次拦住我, 李景, 你不是已经想起来以前的事了吗? 那你一定记得我和你在一起过。 你和我在一起过, 怎么能和我弟在一起呢? 可我就是和他在一起了, 我轻声说, 陆济年, 我喜欢他。 说完, 我没去看他的表情, 大步朝陆放走去。 陆放怕陆济年闹出什么事来, 挑了个最近的日子, 把婚礼办了。 婚礼上, 陆济年面如死灰坐在台下, 周边是对他指指点点的声音。 看到了吗? 那个就是陆济年, 听说他看不起离家千金, 趁人失忆, 把人踹了。 嘖嘖, 想不到长得人母狗样的, 竟干这种事? 我还听说他要离婚, 结果孟家也不是擅长, 抓着他的把柄威胁他, 以后他的日子可难过了。 该不该说, 今天的新人就是养眼, 也不知道新娘还有没有姐妹。 死了这条心吧, 新娘是离家的独生女, 陆放这次转大发了。 婚礼结束后, 陆放贴下宾客带着我回了新房, 刚进门, 他就把我压到门板上。 我红着脸推嗓, 待会儿他们发现我们不在了怎么办? 你该担心我, 老婆, 我已经三天没见到你了。 他的手钻进婚纱的裙摆, 你今天太迷人, 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想这样干了。 臭流氓, 乖, 今天让你见识, 什么叫流氓? 骨节分明的肠指轻轻一拉, 婚纱落地, 滚烫的身体附上来, 我没忍住叫了一声。 与此同时, 门被敲响。 门外是陆济年失控的声音, 你们不能结婚。 李景, 你出来。 我咬着牙, 小声说, 路放, 我们去房间。 这里就很好。 敲门声越来越大, 惊天动地, 隐隐有要把这扇门拆了的架势。 陆济年嘶吼, 明明你先跟我在一起的, 你怎么能嫁给他? 李景, 你出来好不好? 门内, 我咬破了唇。 直到陆济年被人带走, 陆放才把脱离的我抱进房间。 老婆, 长夜漫漫, 你好好享受。 陆济年大闹心房的事被陆家父母知道, 陆父一怒之下把他发配到非洲。 孟琼斯非但没跟他离婚, 反而跟着他一起离开了。 而我在两年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便回去接管了家族企业。 陆放不放心孩子, 把孩子抱到了公司, 成了奶爸。 会议上, 陆放一手一个娃娃给我打视频电话。 老婆, 孩子想你了。 我玩儿, 今晚我早点回家。 结果回到家, 家里除了陆放, 一个人都没有。 看到他嘴角得逞地笑, 我气得拿枕头砸他。 陆放, 你又骗我。 陆放抱着我狂吸气, 老婆, 我们好久没过二人世界。 自从生了孩子, 我满心都是孩子, 加上接手了公司, 似乎真的忽略了陆放, 于是便不忍心拒绝他。 放纵的后果就是, 第二个月测出了两条杠。 我欲哭无泪, 陆放, 你让不让人活了? 乖乖, 明天我就去劫渣, 信你就有鬼。 我们做一个不忍心担心。 一起来。 看着什么不忍心。 我们做一个不忍心. 和我做一些不忍心。 现在,